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贵宾 各位好朋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自从联合国1995年通过宽容原则宣言 即1996年宣告国际宽容制以来 全球的冲突 战争 人权破坏等问题 以及对各种族群的歧视并未显著减少 当我们在11月16日庆祝联合国第28届国际宽容制时 也是每个人需反思 是否有在生活中实践宽容的重要时刻 宽容原则宣言声明 宽容并非意味着宽容社会不公正行为 也不意味着放弃 而是对这世界豐富多彩的不同文化 不同的思想表达形式 和不同的行为方式的尊重 接纳 接纳和欣赏 宽容是一种内在慈悲 能量与智慧的彰显 当我们拥有宽容的胸怀 会让我们看到人的多元 社会的多元以及文化的多元 而能以中庸之道行智慧之理 进而理解包容和接受与自己不同的文化观点和行为 在团体合作中也能应用阴阳平衡之道 以良心为本 以利益众生为出发点 融合各方优点 汇聚最佳的执行策略 孔子的论语中有句话 君子立己于言 待人于宽 强调了自立于宽容并存的重要 言以立己是对自己行为的严格要求 当我们能够时常让内心深处的良知 引导自律 让自己跨越怠惰与心读 平息内心的纷争 并能以慈悲与真爱 宽容对待他人 包容理解不同的观点时 每个人都会是孕育社会和谐风气的重要 推手 要创造人权自立 相互宽容的社会 其根源来自每个人的良心 本人从2014年开始 在全球推动良心时代运动 2018年开始 与巴林王国 吉里巴斯 赤道吉内亚等国家 共同推动 并赐成联合国成立国际良心日 呼吁人人都能于行良心 做人做事 在生命过程中 行善 补够 不作恶 不害人 将心中的善根 不断落实于生活之中 并引动 更多人愿意共同行善 让良善的意志 交织成地球的防护网 我们深信 良心是每个人在生命终了时 能通往天国的唯一护照 自古以来 愿意即是让理想 希望成真的重要能量来源 本人带领Full Power成员 自立自费 拜访全球113个国家 透过文化交流 举办爱与和平世界领袖高峰会 民中疑点 智慧对谈 宣言联署等形式 推广良心爱与和平 即是本宜一心 只为世人安的愿力 本人于2022年11月19日发表 世界愿力日宣言 祈愿四人用爱与良心发愿 有愿就有利 有利就会有实践的动能 共同为世界的安全和平努力 世界愿力日宣言 迄今已获得180狗人士 人士 让我们共同努力 从自身开始 结合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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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 共同的祥和世界 祈愿宽荣 爱无私 世界一家亲 和平天下存 谢谢大家